家宾 大平啊 您再给机场打个电话 问问他们这个飞机啊 有没有可能提前到达 爸,竟听说飞机晚点的 没听说飞机提前的 您让我打这电话 您那叫有病 什么是有病啊 这个飞机就不能提前吗 难道民航战线上的广大职工 就不能超额完成任务吗 您以为那飞机提前是好事啊 跑道上这边飞机没起飞呢 那边飞机提前了 那机上的和平 赶紧打个电话 就说我的意见 飞机正点就可以了 就不要急 爸 您指挥我成 您想指挥飞机啊 我瞅您今天不太正常 爸 爷爷今天挺正常的 我说去海南那么长时间了是吧 这会好不容易发财回来了 我爷爷当然高兴了 这就叫那个老大有靠 对吧爷爷 胡说 那我呢 你爸呢 就算不上老大有靠了 靠我爸 靠得住吗 就我爸每个月那点工资 他不靠他爸就算好了 你爸爸 你二叔比你爸抢哪去 不就当一破总经理吗 不就有个秘书吗 还是小伯母改办的 爸 爸 您听说了吗 海南那地方那总经理满得几串 领巾 搓堆 包严 听着有点像买黄瓜 和平啊 不要气人有 笑人无 你自己和自己的丈夫没有混出来 瞧着人家混出来了就 啊 还是应该向人家好好学习吧 大姐 你说你甲二哥回来就回来呗 那咱还把你甲原来的小保姆也给带回来了 你这不是明明赶走吗 小贵啊 你这就不了解情况了 当年小张啊 也是不安心保姆工作 这个吵着闹着 要给志欣当什么秘书 结果呢 两个人就一块去了海南 所以这次他回来 跟你任何关系都没有 他当他的秘书 你当你的保姆 都是为 都是为我们家服务嘛 爷爷 那都是为你家服务 哪敢要求和他兑换古作 你干什么工作呀 其实小张那秘书跟你这保姆也差不理 也就是给我们置信 端个茶 对对对 倒个水 可不 拎个包 也就这个 你是 是 是吗 有 这谁回来了 你这回来了 快快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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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总 这里就是您曾经战斗生活过的地方 这 谢谢 小张阿姨 小张阿姨 刚才都不敢认你了 我变漂亮了是吧 对 我也是天生丽自 男自弃 是 是 原来在你们家 那都是因为受剥削 受压迫 是 是 小张阿姨 你 小张阿 我看你这个阶段 进步得很快嘛 嗯 爷爷 不能这么说 这也多亏了 好了好了 你不要客气了 我知道 你的进步 是和我们全家对你的帮助分不开的 哎 分得开 啊 主要是和我个人的努力分不开 对吧 小贾 对 张总分析得很 对 小贾呀 你看你 都到了家了 还老是张总张总的 你就叫我张经理算了 嗯 今天我的日程是怎么安排的 嗯 是这样 先到我们家简单看一看 这些人还在 你看 然后安排在北京饭店贵宾楼下榻 贵宾楼 你姓姓嘛 那可不慢 五星级又怎么样 我在海南岛还做过七星级的呢 全是一个味道 小贾呀 我看这次我就在你们家凑合一下吧 也算是一苦思甜了 哎 怎么在 怎么在你家里 哎 哎 请问洗手间在哪里啊 洗 哦 您是什么厕所啊 我带你去 哎 哎 哎 这还是咱家原来那小账吗这个啊 啊 这连厕所都不认识了 原来那地方不就归他贵着吗 完全 是小人得志 穷人家父嘛 不是 不是 小点事你们 人家现在是我们总经理 我不管他是谁 这是我的家 还跑我们家来一苦思甜来了 是 他得到我批准了吗 嗯 志欣啊 等一会儿 你把他立刻给我带走 我不要再见到他 爸您肯定您肯定 我现在饭碗在人手里攥着呢 没出息 就是要饭 也不能要到他们家门口嘛 怎么就不能呢 当年他还要到咱们家门口呢 爸 志欣 爸刚才可还说我们呢 让我们向你学习 你怎么混来混去混的 还不如小赵呢你 我能混得过他吗 这孩子打个小吃苦吃挂了 苦出身呢 我跟你这么说啊 到那以后 先是跟着我们打工 挣了点小钱 然后开了小饭馆 然后又改成这个小杂货店 业余时间炸油条 扩建成麻省厂 然后又翻建成工艺美图大楼 最后立了一座垃圾处理中心 这完全都挨不上吧 挨得上挨不上 反正他现在就是老太太 摁店门他抖起来了 谁摁店门不得抖起来啊 我怎么抖不起来啊 这小赵都成阿信了 我怎么着 我得成个包玉缸吧 要不然我对得起谁啊我真是 哎呦 这回好了 张总说了 打了跟北京 成了一半人处 让我当经理 所以我琢磨着 我先是忍辱负重 然后我去 你 我不管你什么然后 你现在 就赶快把这给我弄走 你去去 把谁弄走 哎 我吗 小贾 不管走不走 先把包子东西拿出来给大家分分嘛 哎 好好好 什么东西啊 这有 啊 哎呀 您说您来就来不还带什么东西 你说咱都多少年交情了 您来我们这儿白住两天也没什么呀 这个 我可不是白住 啊 我可以把酒店的房钱折给你们家 嗯 每天和人民币 也就是一千多块钱吧 一千多块钱啊 哎 一千多块钱啊 刚才好像有人不愿意让我住在这 那我还是走吧 不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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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住在这啊 去我的家 我说了算 谁不愿意啊 谁敢不愿意啊 谁不愿意我让他走 我不信我治不了他 啊 昨天夜里 我在卧室 刚刚脱下皮尔卡丹套装 又换上了瓦伦蒂诺睡袍 嗯 摆下了劳力士金表 嗯 突然发现 嗯 哇 好可怕哟 啊 啊 小丑王子 啊 是赵王嘛 赵王 啊 我突然发现 你们给我铺的床单 还是我原来用过的那条 嗯 根本就不是真丝的 又 小丑 您现在要用真丝的 我们立马给您买去 嗯 可是要说过去 您按我们家当小保姆的时候 我们要给您预备真丝床单 我们就是有病 啊 就行了啊 我活这么大岁数啊 也没见过什么 真丝假丝的 哎 哼 那您真是白活呢 啊 哼 哇 这脏兮兮的东西是什么 嗯 这是油条 这不脏的啊 这 油条 啊 什么叫做油条 油条 就是把一根软不垃圾的面 让油锅里那秘着啊 像是 小丑阿姨没吃过尝一口 我怎么没吃过 像当初我跟那小刘 那次就不要提了吧 嗯 这可比小刘的手语差远喽 是 是 大早上起来这种油腻腻的东西 你们让我如何吃的 嗯 那您早上吃什么呀 我们这样做 早上起来一般是要喝早茶 这样 煮一些皮蛋瘦肉粥 煎一些蟹黄饺 焯一些火虾 哎呦 这里多麻烦呢这个 谁说不是 不是 北方年真是懒得很 谁说不是嘛 你不会天亮以前 去买点活鱼活虾的 来烧烧小菜 嘿 你还让我天亮 你天我 我 嫂子 不是 您少说两句 我长这么大 我没被一女的这么挤得过我 除了我妈 那您现在就把她当成您妈 也只好这样 那我还不干呢 嗯 我凭什么给你当吗 半大小子 吃死老子 我在外头一辈 你在家里一次 没死你呦 哎 不一定是搞餐饮啦 要搞就搞大的 地产啦 石油啦 军火啦 那边一动手 欧洲就得听着动静 不是原子弹 对对对对对 我的意思是说 要好好地处一处北京的经济 你根本没自的 我这几年因为忙 也没顾得上亲手抓一抓啦 首都嘛 就该有个首都的样子 啊 什么 你说什么 喂 喂喂 哎呀 不要吵啦 对 不要吵 这话我正想跟你说呢 看这种庸俗的电视剧 哎呦 你有受过教育的人 是多么可怜呦 哎哎 哎 您您跟这屋里都看看 挨个儿瞅瞅 连圆圆都算在内 哪个教育不比你受得多 你 说一说嘛 看这种庸俗的电视剧 应该是我 小贾 把电视搬到我房间里去 我喜欢躺在床上 一个人看 快点呐 哎 我先帮过去啊 您看 小张我告诉你 你要不然啊 就坐下 跟着我们大家一块庸俗 要不然啊 你就自己回去 在那儿深沉的躺着 想搬电视 没门 好好好 我不搬你们家的 我这就出去 买一台回来 走 那我先去啊 爸 爸 你别走啊 我也我也我也 不要追 让他去 一个平下中农的女儿 怎么变得这个样子吧 爸 我们不是去追他 对 我们要走了 咱家这一天一千多 人家房钱呢 对啊 我们追钱 不要追 让他买电视去 正好 让他走了以后 把那个新电视 就搬到我那屋去 回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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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我们家都住了 是是是 您没记错 没记错 可您家搬走了 我知道 可我还想回到这儿来看看 不是 咱们这不许啊 不不不 没想不许 没想不许 您看 您一来我 这不是热情的接待吗 姑娘 恕我直言 您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啊 阿文把我甩了 阿文把我甩了 他为什么把我甩了 那 那我哪知道啊 这您您不能跟我说 您得跟他说 跟他说也没用 您哪 可以跟领导上说 阿文就是我的领导 这这这这就不好办了 这 那要不您还是先回家 跟家里人商量商量 我跟阿文好的时候吧 我爸爸就不同意 现在弄到这种地步 我怎么有脸回家呢 那您打算怎么办呢 我想 我想 回来看看我原来的家 再看看生我养我的地方 然后我就 哎 我跟您打听个事 哪有卖手榴弹的 这这东西 和 这个和平时期 想卖这么不大容易 不 这样我 我帮您先慢慢打听这 不是 您要干什么呀 我想跟你 同归于尽 别别别 瞧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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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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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是不是 你 不是我没招你没惹你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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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开我 还有救命 救命啊 救命啊 你说您大老爷们跟姑娘 叫我 不行 那镜子不行 哎 胡伯伯 说你也是一姑娘 你跟老爷们 你跟老爷们 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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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我甩了 别别别 二位好像还是朋友 那您就慢慢聊着吧 我就不打扰了 姑娘啊 您有哭的时候啊 就别上我们家来玩了 我说你先等会儿那个 站着 上我们家去吧 这你不叫吗 咱俩聊聊啊 小一年没见面了 行 反正 反正我现在也是 无家可归了 无家可归 明白了 你是怕没脸见人吧 这就对了 那就去我们家住去吧 你们家住 对 住我们家 你看 几间东倒西歪屋 两个天涯沦落人 有点意思啊 来 走 假之心你倒是快点呐 逼着女人就走不动道 这是谁啊 我怎么看着这么眼熟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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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总 总经理 张问顾小姐 经理 你开什么玩笑 这不是你们家人的那保姆小张吗 忽着喊着说我们家去我就说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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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胡说 人家 我干嘛就不认 是是是 那个张总不要生气他呀 神经上受了点刺激啊 那个我跟你说 哎 燕峰 那你我把张总送到酒店马上就回来陪你啊 什么 你要让他住在你家里 您不是正好走吗 我走了 你陪他 您就冷心让我一个人住在酒店里啊 您这话说的您要让我一人住酒店我还更乐意 我是说 范姨我在酒店出点事 你能负责吗 您怎么家出点事我也不能负责呀 这样吧小贾 你看我在你们家住这么多年了熟门熟路的 还是我住你们家比较好 让他去住酒店我来出钱 不是这不是钱的事 你看他现在这个神志恍惚啊 根本不能控制自己 不是他离不开我啊 我也离不开 哎呀你懂我的意思呢 不是因为我你看 我跟燕峰走这么些年的交情了 我不能不管 对啊 那我跟你的交情也不短啊 你就能不管我 哎呀他你 他就 张总 咱们两个人是公事 我跟燕峰是事情 不是一样的事 那我也愿意想看 真心哥 哎 哎别别别 你还是叫个小贾吧 你看燕峰姐 都编成这个样子了 你一个人也照顾不过来 还是我留下 你一起照顾她吧 哎 不是 哎我让 哎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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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